那今天呢教大家一个非常非常好玩的一个纸牌模式 我们可以看到呢这边有副扑克牌 扑克牌呢一共有54张 每张都不一样 接下来呢我们让观众呢随便抽出一张牌吧 随便选出一张牌 接下来呢请大家呢把这张扑克牌记住它 好记住这张牌没有问题 好记住之后呢 我把记住这个牌呢放进整件扑克牌中间 好 放进去之后呢再把这个扑克牌放在啊 桌面上去这样洗牌啊随便去洗把它洗乱 接下来呢我要让这张扑克牌从整叠扑克牌里面让它伸出来 是不是听起来非常非常不可思议啊 要用意念控制整幅扑克牌让它从这个地方自己看 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有没有发现有一张牌慢慢慢慢上升 慢慢上升 慢慢上升 哇非常非常不可思议啊 有张牌慢慢慢慢上升 哇上升出来了 是不是刚才大家选中的张牌呢 我们再看一下 就这个地方 哇哇瞬间上升出来了 非常非常不可思议啊 那这个魔术究竟是怎么做到呢 我们接下来呢立马进入这个魔术的教学时刻看一下怎么做到 其实变这个魔术呢非常非常的简单啊 我们需要用到副扑克牌 我们在这个扑克牌的时候让观众随便选一张牌 比如这张牌是观众随便选的 那我们要做到一个手法就是把牌放在中间的时候呢 把牌往前推一下 这时候扑克牌呢就掉下来了 好这时候观众选的牌在第一张 那么我们给观众看前面的时候呢 其实用这个小手指做这个手势 用小拇指的力量把这张牌划上来了 放这边划上来啊 就是这么简单 我们尽量把小拇指指甲给剪掉 这样会做这个动作更加好 而且呢角度一定要平时啊 我们这样俯视的话就直接看出是底牌了 好了这个魔术的揭秘呢就到这边了 我们下期再见